你不想吃 你就这么怕和我独处啊 怎么会啊 我是喜欢吃这些 你别再喝了 你现在 你知道吗 我妻子是自杀驱使的 对不起 她四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我们十八岁连来 她二十岁嫁给我 二十二岁那一年 她突然地就走了 我接受不了 可以冒昧地问一下 她为什么会想不开吗 因为她不爱我 她爱着另外一个人 对不起 我每日每夜地守着一个我深爱的女人 但是她心里却没有我 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一个人每天用刀去捅我的心脏 一刀 一刀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放手 我想过要一个痛快 可是我不甘心 因为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 我要证明给她看 我比那个男人更爱她 我喜欢她 阮先生 你是个好男人 我喜欢你 别闹了阮先生 你明明还爱着她呢 如果我说 你很想她 你会不会生气 不可能 你没有见过她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至少 我不会为爱自杀 可是我为你心动了 这个答案 邱小姐真的不考虑我一下吗 我认为我比你男朋友 优秀多了 阮先生 你对我没有爱 我不知道你说这些 会让人误会的话 你有什么目的 我想 遇到一个女人 爱她 从此可以忘掉那个 回不来的过去 但是这不公平 对我 对你 对她 都不公平 别做傻事了 嘉欣 你可来了 不好意思 来晚了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没事 快坐 东西我都点好了 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 拿我手机点 没事 那个你点就行 那行吧 对了 刚刚你说医院有事 没事吧 没事 就是突然来了个病人 然后我顺便搭了个手 那就好 小姨 黄毛问我有没有看见你 怎么回事 没事 我就是没去训练 你怎么不去训练呢 跟教练吵架了 你都不知道 他特别过分 我估计他就是看我不顺眼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就是早上起晚了嘛 他就要骂我 你说我就晚去训练场半个小时 有必要当着所有人面骂我吗 之后就各种看我不顺眼 我们打训练赛 我稍微失误一小点就要骂我 输了骂得更惨 我真是醉了 你说好歹我也是各大俱乐部 抢着药的人 他就这么对我 你说过不过分 其实我觉得教练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他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对内规则嘛 小鑫 你怎么帮外人说话 算了 先吃饭吧 不说这个了 谢谢啊 你 你吃啊 你吃吧 好 别 你吃啊 感觉是不然的 学生的 不是那样的 用练度的janci Daha 我自己心里有数 那你自己决定吧 不 我先走了 拜拜 也不知道师父怎么样了 没想看见那阳光 竟拂过地平线 我知道未来竟在眼前 邱老师 小山没有对你说起过我女儿 将来是怎么死的吧 赵叔 过去的事情 您就别 有你在身边 就有心 当时香蓝开枪 是要伤了 要屈辱她的男同学 小山 听得挺醉 但是对方的势力太强了 如果深究下去的话 小山一辈子就得 在监狱里渡过 香蓝没有办法 就答应嫁给她 可是嫁过去没多久 抑郁症发作 挑衙自尽了 我妻子也是自杀驱使的 冒昧地问一下 她为什么会想不开呢 因为她不爱我 她还是另外一个人 在手中相信我的 那微微的火花 温柔 解脱着所有 希望 你不是去约会了吗 回来干吗呀 师傅 你不是不加班吗 怎么还在医院呀 我在看病历 这个病人的病历比较复杂 有一点似曾相识 师傅 你的腰还疼吗 好多了 你看吧 我说膏药很有用吧 师傅 你那天 为什么要去攀岩馆呀 就没为什么 我说了那就是一个偶遇啊 我不信 你又不喜欢攀岩 我喜欢啊 赵岩告诉我说 攀岩是一个 可以锻炼身体 修养 身心的一个运动 我喜欢 你过来 过来 到这儿来 你看这份病历 有什么错误 师傅 你说的题目也太简单了吧 发烧 吐血 拉肚子 这些都并非医学用语 应该改成发热 呕血 腹泻 另外 这位医生也没有签日期 没有庶名 看样子你还是有长进的吧 这些错误都是你以前会犯的 当时天天被你骂 我差点骂出心里阴影 怎么样 是不是 人事初高途啊 那您看我今天初始了吗 你想的没 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训练 明天早上 还是煎饼狗子 我要叫五个蛋 知道了 这边 这边在说什么呢 这 周先生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如果明天卵先生还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 我们将提起输送了 这么晚了 有事啊 我问你 我有话要问你 怎么 有我不能看的东西吗 你跟阮文昭是旧相识 他跟我说 他的妻子是自杀的 因为他的妻子不爱他 爱的是别人 是向蓝对吧 是 是 为什么要瞒着我 来者不善 我不懂 阮文昭的公司 让我们这些研究员补签协议 我必须要递交无犯罪记录 可是就在两周之前 阮文昭的律师找到我 说要对我多年前的枪击事件 提起刑事诉讼 可那不是你做的 是你替向蓝给罪 口说无凭 现在法律相信的是证据 一旦律师提起诉讼 你就开不到 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你没有证明 就不能在中国继续待下去 可是我不明白 阮文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恨 恨你抢了向蓝 恨我抢了向蓝 恨向蓝不爱他 恨我开始了新生活 那你打算怎么办 明天就是律师给我的最后期限了 明天就是律师给我的最后期限了 明天也是基金那边给我们的最后期限 正好山 没做过的事情不能认 丢工作事项 名誉是他 大不了我们也找律师 我就不相信他们会直路为马 家宁啊 你放心吧 我没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在设备核心上 现在就查周晓珊的补充协议 我去过他好几次了 他总是在忙 老先生 关于周晓珊的事情 我想跟您担注他一看 可以啊 不过 邱小姐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谈的 是周晓珊的领导 还是谈女朋友 如果是领导的话 我想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就行 不用单独 如果是女朋友的话 还是等我们事情结束以后再谈吧 黄总 周晓珊为什么迟迟不肯签补充协议 还是这名员工 根本就有问题 阮先生 为什么不签协议 不如让我直接告诉你 如何 毛律师给我打电话了 说只给我半个小时考虑 如果我再以意孤行不答应你的要求 他立刻启动诉讼 你只有半个小时了 足够了 半个小时的时间 应该足够让你看完一份资料 你父亲最早是跟着扎叔一起干的 你父亲最早是跟着扎叔一起干的 扎叔干的是什么勾当 你心里清楚得很 虽然这几年你父亲洗白很干净 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大的生意 居然查不出一点黑量 可是只要是做过的事情 就会留下痕迹 你说 如果我手上这份 我管你们让一家早期发家的黑量 散得出去 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威胁我 我跟你学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不受你的威胁 想过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 阮文昭 是你把我递到这边 我只能赌 赌你阮文昭还没有丧心病恐 为了我周小山一个人 打击整个人家 万一 你赌输我了吗 阮文昭 我只想过普通的生活 做一个普通人 怎么样 阮先生 准备合同吧 周小山的补充协议 就沿用一年前的那些资料 没问题 你跟他说什么了 阮文昭虽然恨我 但他毕竟是处于对香蓝的爱 总是文昭这个事 真是让人一眼安静 你刚刚听到我说了吗 教授 有很多问题 的资料 他们都不够了 我们目前为了 我们还未够准备 我们未够准备 我们未够准备 experiments do not have any problems the data results are all very good as for the redundant data there is no need to include it in the report do you still need me to teach you such a simple scientific process professor we cannot delete hello 华里教授 你好 你好 你还记得我 很惊讶 郑寿 我不但一直想着您 我还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 那为什么我帮你帮助 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 求佳宁 小新 师傅 今天食堂不是有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吗 没买吗 我去的时候没了 我听说 今天食堂里的糖醋排骨全让一个人给买了 谁啊 全让我给买了 你特意跑过来炫耀了 才不是呢 我是买来给你吃的 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吃吗 好吃吗 那师傅你今天不是故家玩吗 我专门来陪你的 看你吃的嘴上都是 上过来 好 我自己来吧 没事的我换一下 不好意思打扰了 继续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真有事 那为什么 为什么每一次的这个时候呢 你都会出现 我真的就纳闷了赵妍 你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吗 这家伙你 好玩 好玩个头 怎么着 霸王硬上空啊 我呸霸王硬上空 我没你想得这么龙龙 我跟嘉欣是两个关系的 要不要脸 人家可是有男朋友呢 看有男朋友 针对江小野啊 就他呀跟我讲 你得了吧 开玩笑 听你这口气怎么着 还看不上流年 我告诉你 再怎么说 人家是郑国 你呀 顶多算出个切 你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 我跟嘉欣在一块吃的盐 比他跟江小野 在一块吃的饭都多 再说了 嘉欣绝对是喜欢我的 我从他的眼神那里 看不出来 你哪只眼睛看着他喜欢你 就这一只 这一只 脚起开 我扮死你 不过 我还是得真心地提醒你 争取自己喜欢的女儿呢 是好事 但你这种行为 必定是属于一个挖墙点 所以还是稍微注意 我注意什么呀 都什么年代了 你思想能不能 不要这么迂腐 这叫追求真爱 倒是你 你有这时间跟我说这些事 你自己不会找个女朋友 你每年回家 你爸都跟你叨叨 找女朋友 你不嫌烦呀 我都听你烦呀 说你呢 你提主你照大一个 不是 要不我跟你网上报个相亲什么的 你去去去去 把你觉得最帅的照片发给我 快点 给我呀 发给我 不得了你 你不找女朋友 我都觉得自己很危险 你 干嘛呢 在发呆 姐 你回来了 怎么了 姐没出门啊 你去约会 有心事 姐 我觉得我个事做得不太多 什么事 我好像还是会对师傅独心 什么意思 今天晚上师傅带了我最爱吃的 糖醋排骨过来 还替我擦嘴吧 我当时虽然拒绝了他 可是我心跳得好快啊 所以你是觉得 你在跟姜小野谈恋爱 但是对秦斌又有心跳的感觉 有点罪恶感 对对对对 那你对秦斌还有心跳的感觉 就是还喜欢他 那没有吧 我见到姜小野也会心跳的 其实心跳的感觉分很多种的 有爱情的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还有面对崇拜的人那种 激动的心跳加速的感觉 那比如说 我在给受精卵注册的时候 也会紧张的心跳加快 重要的是你要分清楚 你对他们两个人 到底是哪一种心理 可是我分不清啊 下个月老爸六十加兽对吧 对 姐 你要不趁机弥补一下 你因为周晓珊跟老爸闹得这么僵 你赶紧买个礼物给他呀 我弥补什么 我怎么弥补 教授 哈利 在你的研究室有严重的发生 可以告诉我们吗 一位我最尊重的学生 是任 任 任 她有特别的名字 是 她是中国学生 我相信她的名字是 Qiu Jianing 几年 mare 她从工庙中的研究导书 就参加签约仪式了 这怎么办 我去 快看 不知道谁把小冰传网上去 点击量已经过万了 现在暴去这种炒闹 肯定会影响公司签约的呀 怎么办呀 是 她是中国女孩 我相信她的名字是 Qiu Jia Ning 一年前她在研究研究结果 从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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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联系统招了她 实际上的天 这在业界看似是个不小的丑闻哪 我个人当时相信乔小姐的问题 不过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不好意思晃走 这个合同我不等钱 卿老师 您的意思是说 哈利教授一年前发表在QI上的那篇文章 真正的作者是你 你离开他的实验室 是因为他剽窃了你的文章 没错 原计划现在进入到二期阶段 我们都知道 一个药品一旦二期完成进入到三期 就意味着研发成功 哈利现在跳出来 他的用意很明显啊 荒唐 您拿我当傻子了 您要是真想洗白自己 也该干什么 你该找一个好点的理由吧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相信乔老师 不过现在最困难的事 我无论相信他 您也知道 媒体听风就是语 逻辑很简单 如果说语言计划的核心基础 是来自于哈利教授 那么他的实验室进度 为什么还停留在动物实验 FDA为什么始终没有让他 进入到凌床实验呢 有道理 小老师 肖老师 现在当务之急 就像阮先生说的 要让一论相信您才是 开发布会吧 我发声明 好 我让公关部门全力配合你 一个已经フム 有研发变来 有关键 我们这个什么 组织就像 在15分之间 卖救兰 然后店船 可以 你 是 可以 我 因为 这个 软文章 不会吧 他要针对的人是我 是我连来的 我觉得他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吧 而且就算 他是要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你 但他这样做 影响的是我 再说了 在洪宋面前的时候 他还替我说话来着 目前也只是一种猜测 小山 你答应我一件事 不管这件事情 跟软文章有没有关系 你都不要冲动 我这事肯定不是这样的 那怎么办 现在这么多人都看得见呀这视频 这事肯定是个人 那 这事肯定是个人 来 回来了 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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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宁姐 视频我们都看见了 但是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你 对 我都相信你 谢谢你们的信任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你说 昨天的人是谁呀 一觉睡醒就山洞搜了 不知道啊 听说是原计划实验室的小组组长 天哪 那他居然敢剽窃外国研究室的研究成果 这也太丢中国人的脸了 你们在说什么呀 来 球医生 你还不知道呢 网上都传疯了 听说是一个姓球的女研究员 具体名字还没公布 球 对 跟你同姓了 没事了 你们吃吧 教授 哈利 有个专业的漏洞 在你的研究室里面 可以告诉我们吗 一位我最尊重的学生 Ning Ning 她有特别的名字吗 是 她是中文学生 我相信她的中文名字是 Qiu Jia Ning 一年前她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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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的研究 川普曹 代表一本 solar 师傅 你看见了吗 你说嘉年那视频遍吗 太可恶了 明明是他剽窃我姐的科研成果 居然倒打一耙 可行 你先别冲动 我能不激动吗 他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有没有天理了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你想 这个哈里说 你姐剽窃了她的研究成果 可我们这边的实验室 进展就比她快 这种经不起推敲的污蔑 也值得你这么生气 你也对啊 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可以多了解一下 可是我网上人说话太难听了 你会替我姐骂下去 小夕 别 别冲动 刚刚我给家宁打过电话了 她说他们公司明天就发声明 到时候就真相打败了 可我就看着我姐这样被欺负吗 小夕 你想想 你上次被误会那事 你那么冲动解决问题了吗 你那么冲动只会添乱 像哈里这种人 他既然敢污蔑你姐 他肯定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绝对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 既然我们想要击溃他 就必须搞清楚 他手上有什么底盘 否则只会打扫惊蛇 难道他要做出更过分的事情吗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谁都不知道 只能尽管其别 但我相信邪不压制 小夕 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理解 但现在这节骨眼 沉出气最重要 公司咱们踩 stom下的 就怎么让我们调头 找我 你一天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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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一样 事先赶紧 你还能做到 我们是早年 我无论中要来 补品 你没有忘记 出现 出现 导司 我给你 原始人生公关部 刚刚拟定的声明 苏老师怎么看 自私助击 堪称战斗习闻 这篇声明一出 肯定舆论哗然 求佳宁逆风翻盘 苏老师 是不是很生气 不过你放心 他们的每一步 都还在我的掌控之内 求佳宁以为 这么快就能翻身 她想得太简单了 姐 姐 你醒醒 求佳宁你别说了 你看这个 干吗呀 你快看 什么呀 原计划对于TKS的价值 只有五百万美金吗 是 对 当然 是 不合适的 只能谈论你 只能谈论你 这个 这是 哈利科技 交易协议 现在 如果你们来 工作 我们可以确定 而 特别人 华佳宁 华佳宁 也不再 再次 姐 这怎么回事啊 是TKS来收买我 但是我拒绝了 可是 从视频上看 像是你在去跟他们谈条件啊 你请我去看吗 请我去看吗 你剪了 这段视频被剪辑过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干什么 去找他们呀 让他们说出真相 你听我说 从哈里到盖尔 每一步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你如果现在去说出真相 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奸进 没有做过的事情 难道让他们污蔑我吗 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子嘉 你手机一直在响 我赔你去 原计划对于PKS的价值 只有五百万美金 是 当然 是不错的 只要谈到钱 这是哈里的研发联络 现在 如果你们不能工作 我们可以确定 哈里的研发联络 在科学的社会 再次 我感受到PKS的价值 先生 我们有计划吗 乔老人 怎么也没想到 你居然会 黄总 我没有 你没有 那 那视频里的人是谁啊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黄总 视频是被人剪辑成那样的 有很强的导向性 如果邱老师他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 对方为什么还要剪辑视频 我同意 黄总 昨天定了上午十点 统一发邱老师的声明 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发 为什么不发 邱老师 您确定吗 有什么问题吗 发了声明 发了声明可以证明您没有剽窃 但是无法证明你不曾私下都够过TKS的项目 甚至 甚至会坐视今天早上的视频 所以我们进退两难 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个事挺奇怪的 哈利的视频 我们暂且认为它是上战策略 对方想抹黑我们的项目 好让投资人对我们失去信心 但是今天早上的视频 指向就变了 他们已经开始针对邱老师本人了 对 现在网上关于邱老师的两个视频 都已经上了热搜 按理说我们这样小的小众企业 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肯定有人在带节奏 而且邱老师被声控成卖国贼的地步 显然是想毁了邱老师的声誉 邱老师 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是啊邱老师 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得罪的人太多 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不过兵来酱挡水来土掩 我不怕 汪总 我们单独聊一下 是他 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如果真的是转王招 那么哈利 盖尔 为什么要配合他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黄总 那份声明要散 不过需要改动一些词句 邱先生请自讲评 首先要强调原计划的主导人 是王齐天 王教授 公外 在声明中 要和邱佳宁撇清关系 这样是不好吧 这样的话 邱老师会怎样看 这样对邱老师的伤害太大了 怎么事到如今 黄总还想报答 我们天成基金十分看好这个项目 就算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 我想只要我愿意 还是有能力说服董事会和你们签约的 但如果黄总要继续保护邱佳宁的感受 我们的合作告吹不说 黄总应该也很难向其他投资人交代吧 邱老师毕竟是项目的主导人 如果跟邱老师撇清关系 我怕会影响到外界对项目后续发展的质疑 苏倩怎么样 苏老师 他原本就是原计划的核心研究员 加之又从海外实验室读清回来 走了一个邱佳宁回来一个苏老师 我想外界会对项目应该更有信心 是 事到如今 不要影响时代 黄总 做事要果断 阮先生 请在各位点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考报 尽管 这件事情一旦发生 就不是你我能控制得了 很久很久 完成了